好 所有观众马上为您持续掌握有关于金阿波罗董事长 就在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从现在往回推算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结束了他在侦查局国安组的相关的约谈 在大概有三个检盗人员陪同之下 回到他位于新北市汐止的办公室 现在时间已经将近快要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的时间 他还有他上面的人员是持续地在底下里面 持续用复印机复印相关的资料 去了解他是回办公室这里来拿相关的资料 而且之后他就会以证人的身份 前往到士林地检署来接受复训 来看到金阿波罗董事长许清光 他其实从第一时间 他就是来强调说金阿波罗公司 并没有制造爆炸的BB Core 可是可以看到他说相关的制造 还有生产其实是在匈牙利的BAC公司 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更多的市政显示 这个香亚利的BAC公司 它是一个一人公司 它似乎也是没有生产的量能 而且涉及爆炸的型号的AR924的呼救器 目前在网路上有一些市政 还有一些截图可以来显示说 是有一个香港的阿波罗公司 阿波罗香港它旗下过去是有代理的 那这个香港的阿波罗公司 它里面是有提及是说 它是拿到了金阿波罗公司的独家销售权 然后它是独家的销售权 甚至它说它在包括像是在台北 它这边是有一个办公室的 不过实际去探访 可以看到台北的办公室 其实它只是一个共享办公室 在大概半年前就已经退租了 可以看到现在有大批的谜题 还是持续的在金阿波罗公司的门外 来持续等待董事长出面 他刚进去的时候 因为时间非常快速 他也是不发抑郁 戴着口罩非常低调进去 另外有这三个检调人员来陪同 不过于是他们现在在里面 来搜取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接下来去了解 其实这个检调在第一时间 其实已经有登门拜访 而且我们是有拍到的 而且这个老板 他第一时间是提供了 包括像是英文的合约 另外还有包括相关的出口的证明 等等这些内容 不过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这个侦察局公安组 还需要更多的哪些内容 还有包括检察官这里 或许需要掌握更多的市政 这个部分其实接下来 都是要解调来理清的 那TVBS采访会 持续为你掌握任何最新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